欢迎回到台经新世界 刚刚我们谈的都是中大型的路跑 或是马拉松 如果要自己练习跑步 有哪些不错的地点呢 先来看一下我们整理了 路跑的推荐路线 我们带你看台北呢 是台北市立田径场 还有大家河滨公园 而台中市有包括东海大学 跟谭雅神绿园道 至于到了高雄 是中山大学跟爱河的河滨 我们就心里找小鱼 你的路跑经验来说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路段 可以让大家去跑 我先讲台北好了 当然像我现在每个礼拜一晚上 我们都会到那个台北田径场 田径场那个就是为了 停账奥运而重新的 那个是国际级的赛道 真的很棒 而且你就算四百的 你觉得太多了 他中间有松山运动中心 然后再过来 还有三百的那个暖身场都可以 如果你觉得我只是要去 散散步你去暖身场也很OK 那刚刚那个这边讲说 大家河滨公园 其实不止大家河滨公园 应该是说 在整个大台北市地区 他整个那个自行车道 把他环绕过来 整个河滨公园都是非常好的跑步路段 除了大家之外 像我自己本身住在那个大稻城 那附近 那大稻城那边 但是台北市拍夕阳很棒的地方 其实在大稻城 然后跑到设置岛来回也很棒 那我们在讲说台北市还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那个大安森林公园 一圈两公里 然后你可以跑外面的红砖道 当然很多人都会说红砖道比较商脚 他里面有红土道 但是红土道跑完之后 也鞋子可能就要洗了 然后还有新生花博公园 中正经验堂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那高雄 我觉得高雄除了这个 高雄我自己很喜欢一个地方 就都会公园 高雄都会公园 也是一圈两公里多 那整个台湾也有很多的都会公园 各地的都会公园 都是很棒的跑步的地方 其实都还蛮好的 那当然学校里面是最棒的 这个有很多的校园里面 你看如果说你家就住在学校附近 只是很多人不喜欢跑运动场 他不喜欢绕圈圈 那我觉得各种 如果真真真真对我而言 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我也喜欢跑操场 我也喜欢跑那个马路都可以 所以一点可以选择就很多 对不对 院长的建议呢 我觉得 要看情况 第一个当然是便利性 便利性的话就是说 你这种如果说日常性在做 不是我们固定要参加一些比赛的话 你可能就是说自己家旁边 有一些什么自行车道 或者是学校的操场会比较好 而且我特别建议就是说操场 因为操场 你可以计算你的距离 比如说他可能是400、300、200不一定 但是你跑几圈就是代表你的距离 然后配速在训练的话是很好的 那我们现在的操场一般田径厂都是用那个PU人工嘛 那所以说他的那个缓冲力会比较好一点 也比较不会那么伤脚 那如果说你要跑外头的话 就是要注意啦 因为像这种波幽路 可能就是说比较硬 它的缓作用力比较大 不过如果说参加一般路跑的时候 有很多路跑 他都是有坡度 所以说如果假日 譬如说这个星期六星期天 你就可以去选一些地方 可能是山坡地或者是什么 然后把它当成你可能要参加一个路跑赛 那个那个路线的一个 就是说 去锻炼就对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跑步这一点选好了 想要开始自我训练路跑 配备也不能随随便便 在穿着方面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先来看我们这次报道 换上透气上衣 还有棉质紧身短裤 不但不会摩擦皮肤 也比较轻薄 减轻身上重量 所以路跑衣物可是要注意挑选 轻身就是说商品 衣服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去试穿 长距离有没有看到男生 或是女士都有可能 胸部里面会滴血 因为它是摩擦引起的 腋下也有可能 膝盖以上的短裤 那通常是平肢的短裤 那因为它其实有点防风的效果 那这种短裤上面里面的话 也都会有一种内体的网布 可以帮助你做固定的一个效果 你看到许你下次都欢迎试穿 走进运动商品店 看到琳琅满目的路跑衣物 想必你跟这位小姐一样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其实最重要的是先知道 自己是哪一种跑者 如果你是入门型 也就是不那么长跑步 或是训练型 有固定练习跑步的人 一服挑透气快干的就可以 但如果你是竞赛型 也就是长挑战半马或全马 那建议你挑选轻量的 背心 好不容易挑完衣服跟裤子 还有最重要的路跑鞋 一样我们把跑者分为三大种类 入门型跑者适合这一款 因为不长跑步 买的鞋子最好除了可以跑 平时也容易搭配 价格大约两千五到三千元 训练型跑者因为固定练习 需要挑选耐用耐磨的跑鞋 而近载型的跑者则是要以轻量为主 要耐磨抓地力也要强 价格稍微贵一些 四千到四千五百元左右 尽量是买有鞋带的鞋子 现在很多是某树站 那种就不太适合 有一种襪子是属于 要是比较厚一点 是属于一种吸震避震的 那是属于比如说你跑长距离的 那个来讲 那你有鞋子就稍微再大一点 但是脚会比较舒服 那薄襪子里面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你平常就是上班休闲 运动快走 到时候就可以穿那种鞋子 襪子现在有 现在有专业的马拉松鞋 专业的袜子 专业的跑鞋 跑步的袜子 跟一般的袜子是不一样的 大从鞋子衣服裤子 小到袜子都有路跑专用款 让不少运动品牌 把台湾市场的重心 放在路跑周边商品 这两年的在跑步 不管是跑鞋 或者是衣服上面 其实它的成长大概都是 一个两位数的成长 Running的鞋子 是最明显的 对 就是大概 我们都可以达到 我们的目标两倍以上 居民运动品牌 不断推出后跑商品 像是可以放手机的B套 还有训练的运动手表 面对这么多选择 消费者还是要考量运动习惯 才能用合理的价钱 买到最适合自己的配备 雨电TV张家全面 维求信仪台北报道 好 我们就先来 请教一下小鱼 你身为一个专业跑者 刚刚我们新闻看到说 跑步不可以随便乱穿衣服 不然可能会有一些伤害 你今天也带了很多 这个专用的衣物 帮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他在什么时候 会派上用场 好 我想说先讲一下这个上衣好了 先讲我们女生 女生你一定要穿 我当然今天没有带过来 我一定要穿运动内衣 为什么 当然你如果平常只是跑个三五公里 可能还不至于 但是这个运动内衣 他的包覆性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你真的要跑更长一点 十公里以上 我们都还会抹那种叫做凡士林 那抹凡士林才不会摩擦 那如果男生 大概你很难想像说 你可能在一场马拉松 然后看看 你就看到这边有两堪血 那个都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 跑步的情况之下 会磨伤 所以这些东西保护措施都要做好 然后上衣一定要穿排岸衫 像这种排岸衫 我是很喜欢参加赛事嘛 所以我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赛事的这种 这种衣服都很喜欢像这种 我就觉得现在赛事衣服都很漂亮 你看 这些都是有排汗功能 都是有排汗功能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穿这种百分之百排汗 为什么呢 像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去 这个操场绕圈圈 我就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有人会穿那种 比如有些男生可能会直接穿 那个内衣排汗的T恤 不要穿棉梯 为什么 因为棉梯你穿在身上 你会流很多的汗 我每次只要那个绕圈圈 然后经过那个棉梯的旁边 那个臭味 其实是很熏天的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 你对你自己身体其实不好 对旁边的人也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第一个上衣一定要穿排汗衫 千万不要穿棉梯 都不要 然后至于裤子的话 因为现在你如果是短跑的话 你夏天你就穿这个 这个田径短裤 田径短裤那种 然后他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你习惯性 他里面如果多一层保护的 其实我们连那个内裤就都没有穿了 因为他是减少摩擦 那至于你如果真的要穿马拉松的话 我们就会推荐这种 你看他的线条 这个线条都不是随便性的 他是有一些包覆性 然后他会有功能 他连你的屁股这边都会帮你包起来 然后他会减少你抽筋 他对你的这一些东西 他是有保护性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从小 就是一个易抽筋体质 所以当我后来穿上了这条裤子之后 我发现他真的非常好 那但是这条裤子这么的昂贵 我就把它当成战袍 所以选手会穿 会选择这样的跑步专用的这样的裤子 对那尤其是在台湾 慢慢穿这样子的越来越多 那我刚有讲说对我来讲 可能是42公里我才会穿上这个 可是也有一些爱漂亮的女生 他觉得五公里十公里我也要穿 防日晒 防日晒是不是 因为他是全场的嘛 他是全场 可是他其实透气性很好 那你如果不想穿这样 你也可以穿这种七分的 七分的这个也可以 然后或者是田径短裤 像院长完全说对了 大家就跟我说 小鱼你为什么都穿长裤 我就不需要抹那么多防晒的啊 对啊 那你当然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帽子啊排汉的帽子是一定要的啊 然后有时候这个头巾 头巾你看你是要放在脖子上面 或者是有时候我放在手上 我也可以擦汗 然后爱漂亮 袖套 袖套这个这个也是排汗的袖套 就这些是基本配备 那当然鞋子非常重要 那可能你们待会会提到鞋子的部分 我们等会再来提 对不对细节 光是衣物就真的是有很多的学问 对不对 若是院长你要跑步的话 你会这么注重这些装备吗 专业的专业其实也是要 不过我们根据消费者心理邪来讲 除了你投入这个活动到一定的程度 要不然的话像我们刚才小鱼有提 在店头前怕哪怕去 很久以后才下手 但是就是说你买来之后 你就发现说他的感觉 因为除了说你对这个运动 已经了解到一定程度 要不然你根本感受不出来 不出来他那个价值 所以说就买不下去 所以说你涉入程度越深 了解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看许多参加那个什么路跑协会的人 一些路路跑俱乐部的人 他们的那个行头 就是会随着他的那种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 但是基本的排汉的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那是基本常识 对然后棉裤短裤 短裤也是运动的田径短裤 或者是七分裤 但是你不要穿一般 你不要穿那什么篮球裤 或者是一般的 刚刚你们影片里面千万不要穿牛仔裤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性 对 好我们就整理了一张图卡 我们来看入门型跟练习型 跑者的衣服 它的差别在哪边呢 其实最好是要选透气排汗还有快杆 那么竞赛型的呢 最好是穿輕量薄透的背心 至于裤子需要有网状的内力 当然除了衣服裤子最重要还有鞋子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所以我们也整理了不同在不同场地跑步 适合的鞋款跟特性 我们让你看到如果你在操床跑步的话 慢跑鞋底比较厚 重保护跟避震的这个功能 参加公路的路跑鞋子要比慢跑鞋更轻一些 如果是跑马拉松也要轻量化 不过避震性的稳定性要相对比较低 而山区的越野跑鞋需要稳定性高 我们这样知道跑鞋特性 也要知道他们的价格有多少 入门型的跑者跑鞋大概是2500到3000 而训练型的跑者也就是固定有练习跑步的人 要买耐用耐磨的鞋子 價格大概是4000左右 那么竞赛型的跑者跑鞋主要以轻量为主 这价格就大约在4500 跑步的时候鞋子很重要 留安中怎么要挑选自己适合的路跑鞋 笑语 刚刚这个立文讲的那几款鞋子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在聊 那个所谓的4500以上的鞋子 这个鞋子应该是只有院长 你们那里面选手型的这种 真的非常pro的那种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那种所谓的真正专业的马拉松鞋 他非常非常的薄 那那种鞋子呢 其实你如果真正真是跑兩小时多的那种 专业级的第一名的 跑完了以后就报废了 就报废了 他们这些选手 第一个他一年大概只能顶多 不要超过三场 因为他们是竞速型 他们是都跑两小时 那对身体很伤 第二个他那个鞋子 大概你顶多跑个两场 你就差不多就报废了 那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的跑者 你又没有赚奖金 对他说的那个就是赚奖金 所以我买中间等级就很好了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 比如说例如你如果真的今天做完这个节目 你脚痒了 你不要你家里头随便的布鞋 或者是篮球鞋 或者是那种漂亮的鞋子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因为那个很伤脚 很伤脚 你不要以为说我只是随便跑跑 你可以先跑一般的轻便的那种所谓的 这个一般的路跑鞋 那以我来讲 因为我自己现在是跑马拉松 我当然是希望鞋子是越清越好 那清的部分 然后还有那种所谓的透气 所以我有自己在想说 到底是什么牌子 其实我没有所谓的品牌充成度 我可能会先从Nike 有个什么叫Ballman 然后那个爱迪达叫Adgizzo 对 那个都是都是属于 那或者是美金龙也好啊 像我今天穿来是Unis 那是世界最大的网球拍 可是他现在开始做马拉松鞋 可是我也会去分 如果我今天跑超马 我可能鞋子 我可以稍微重一点点 因为超马你要跑很长 或者是我跑越野的话 我跑山路的 我也会让他稍微抵厚一点 也没有关系 还有哪些东西会比较有商机 他可以创造的这个产值 会比较大一点 他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可能是我针对这次活动 就是发发 就是发行的一些限量 限量的东西 像这个 就是限量 所以说只有一次 我参加这个 好像有种徽章 像我举例来讲 这件衣服其实不是大会发的 他那天发的 那个颜色不是这个 结果我在会场之后 我就觉得这红色好好看 然后刚刚那个院长也讲 我已经这么多件了 可是我就是喜欢这个红色 我就花钱去买 又便宜 因为才可能才两百多块钱 那你说商机最大 我在想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 这个应该就在你们这附近而已 他这一家厂商叫GAMI 大家都知道GAMI 他是一个卫星导航 他原本这个企业本来好像已经有一点点走下坡 后来因为他发明了这种 这种比如三铁的跑步的这种手表 你知道这个手表应该多少钱一万多 好 这周边的商机 对不对 我们等会好好聊 对但是如果说在周边东西 您也会买吗 如果是衣服的话 你就会掏掏你的钱包去看 对不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比较不会买 但是有的人就会 你会想要设计 怎么样东西去去卖呢 第一个一定是限量的 对 然后我会觉得说不一定 为什么 你说我们刚才提到一些 那个Color Run 对 什么僵尸跑的 跟那个跑什么万金石的 一些互邦的 他们这些就是demographic 就是人口 就是他消费的一些结构 毕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今天譬如说我们 总统府之前也办过 就是专门为那个女生办的这个 女生路跑 对啊女生路跑的话 他们的这种就是消费习性 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路跑賽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去抓 但是一个原则 就是说限量的 如果说他在一些店里面 买得到 那没什么意义 所以说不以稀为贵 延伸他的就是说记忆 为主 我会觉得是这样 好 路跑的热潮持续发烧 不但要路跑的衣服跟鞋子 周边商品大卖 还衍生出不少新的商机 趁这节目我们继续聊